因為我如果要畫一些點出來,我就任意定這些點就可以了 例如我定X是1,Y是-3,定X是2,Y是-1,3是1 我們隨意畫2點或者3點,應該就能確定這條線 因為我知道這條是直線 我們就當大家已經去到advanced的層面了,因為M1M2真的是另一個世界 我們就開始探討一些不是直線的東西 因為之前說過我想了解Y與X之間的關係 Y與X之間的關係,其實它有很多不同的關係,不一定是直線的關係 直線關係英文叫Linear Relation,不一定是Linear Equation 可以是Cubic Relation,可以是Quadratic Relation,可以是Exponential Relation 你不知道這些名字不要緊,總之是有很多不同的關係 而我現在這裡有一個關係,叫做Cubic Curve 為什麼要叫Cubic Curve呢? 因為在這個形狀的曲線,我就給了一個名字,它叫Cubic Curve 因為當X的三次方是最大的Degree的時候 一條Polynomial最大的Degree是X的三次方 我就應該會畫到一個這樣的形狀的線 它就會像這條這樣 不是所有都是的,但這條是先上,落落再上 這是一條曲線 假設我想畫這條線,有什麼方法呢? 我再問一下,看你能聽到 Sting! Sting,你好 我想問一下,假設我不給你一條橙色線 我要你畫 那我用什麼方法畫到這條線出來? 還是剩下一個格子? 對,剩下一個格子,謝謝你 這是一個很適合的答案 不過不是一個有創意的答案 有創意的答案,我希望你是答我 用電腦就可以了 就是這樣,謝謝 這條就叫做 Y等於 Y等於 X的三次方 就減2X的二次方 咦,打錯了 減2X的二次方 哎呀,隨便看 接著是什麼 加1 加1 OK 那就加1 好,這樣就完成了 OK 當然最後的答案是很完美的 只是開玩笑而已 但是你是可以利用電腦 去幫你找出這張圖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我不是教你出cheat 是因為 如果你是讀M1M2 其實我估計 你都會有興趣去研究一下 一些你未學過的東西 例如我看到這條 奇怪,IoCurve也不知道是什麼 你除了自己硬計出來 其實你可以借助電腦的輔助 我現在就介紹這個APP給大家看 就是叫做 不是Rumicub Rumicub上面那個 不是 也不是 神經病 是這個 叫做Georgibra 現在我的畫面第四顆 叫Georgibra 這個你可以是APP 也可以是電腦的軟件 假設你以後 那條Curve我不會畫 或者有些數字你想算 你也可以嘗試下載這個叫Georgibra 去幫到你 看看Fortgraf是什麼 很坦白說 數學的世界是無限大 就是我 當然我又不是很厲害 但是我起碼都會讀多幾年的 就是讀多幾年的書 但我也有很多東西不懂的 所以你可以自己去上網找一些資料去研究一下 因為很多東西都是你不懂 甚至老師都答不到你 你可以自己去研究一下 這條Curve就是這樣 剛才說過Sting說 畫個表出來 沒錯 的確是畫個表出來 那如果我們這次畫個表 會發生什麼事呢? 之前就說畫兩點 Fix都要直線 但如果這次畫個表 我把我代個0下去 那就01 代個1下去 那就10 代個2下去 嘩 好難計 應該是21 其實你會發覺 如果是01 就10 然後21 其實你都未必猜到 那條Curve是什麼樣子 這條也可能容易猜到 因為是3次方 如果我給你5次方 6次方 其實你是未必猜到是什麼樣子 所以真的用電腦 麻煩 但你大概 這個方法是對的 因為很多年前 如果沒有電腦 我真的要畫一條Curve 怎麼畫 那就真的沒辦法了 逐點逐點 但你發覺 代3點真的無法解決 那我就試一下 代0.1 0.2 0.3 例如代舊50點 可能我都會看到 大概是這樣的 代舊50點 你都會猜到是這樣的 但如果你真的要畫一條很漂亮的Curve 那就真的靠電腦會好一點 起碼都會省回你的時間 難道我要你計一千條數來畫一條Curve嗎 沒理由 但這個Session 就是A 想你了解到底Graph是什麼 就算你說我不讀M1M2 不要緊 因為這個概念對你現在的Grainline 都很有用 尤其是你將會學第11課 Coordinate Plane Coordinate Geometry 都很有用 所以你聽完就不會浪費 Graph的意思就是說 它是一條線 表達所有符合那條線的答案 而這條線是有無限的一點點的 好 應該沒有人願意問 如果你隨時覺得不明白哪個位 想我講慢一點 是歡迎的 你只要舉手或者在個chat 告訴我 我就會停下 好 如果不然我就繼續說 Nokes會講了幾個字 例如說 Independent Variable Dependent Variable 這些字眼你參考一下 即是跟這個science教育 都很有幫助 如果你了解的話 因為通常我們就說 X是會主動轉變的 而Y呢 就是因為X轉變而它轉變 通常我們就這樣說 當然你可以調轉位 用其他 symbol 也可以 所以我們通常 X就叫Horizontal Axis Y就叫Vertical Axis 那我就會說 Y changes when X changes 即是我主動變的是X 那這個就有些名字給它 對我們學習就不是太大關係 不過就是懂些名字 好 那我們的Exercise No.1 這三條是很弱的 Effect 即是很模糊的 我沒有給你Graph Paper 什麼都沒有 那我其實想你做什麼呢 因為這個課程我不會收功課的 但是我想你嘗試去畫 這三幅圖 看看你畫到什麼 你嘗試去畫 盡你努力去畫 我給你幾分鐘試一下 我之後就會跟你對 因為我很難收你的功課 你未必有我的WhatsApp 你自己試一試 我要你畫這三幅圖 盡量漂亮 目標就是盡量畫得好 OK 我停下幾分鐘 如果有問題隨時可以問我 雖然未必每個人都認識我 如果是9B 9C 即是你認識我的 你畫完你想給我 你畫成怎樣 我歡迎你發個WhatsApp給我 我看看你畫成怎樣 如果不是 我轉頭和你對一對 就是了 所謂的Plot 我就不是要你畫得很標準的 大概知道什麼樣子 那就夠了 謝謝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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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刚才讲过 我们的目标就是 画几点 我才猜到线是怎样的 这样的数字给它 大概将这些点画出来就可以了 大概按比例 不是很重要的 应该理论上你画到这样的东西 这部分就不是M1M2 理论上你已经要懂 不要以为你不懂这部分 不要以为你不懂这部分 你不论M1M2 不是的 Grain A就要懂 M1M2D 我要画一个X2 一个很陌生的线 但是你大概会猜到什么呢 你大概应该猜到 就算X是正负也好 好 其实它都会出正的 例如-2的Square是4 -1的Square是1 0的Square是0 1的Square是1 然后2的Square是4 就是你大概会感觉到 负和正应该是对称的 而对称那边呢 就是Y-Axis对称 就是它正的 1-1 2-4 3-9 你会感觉到它越升越快 因为3Square是上升的速度越快 4Square是16 5Square是25 越来越快 而左边那边呢 哎呀,画得不漂亮 左边那边都应该是一样的 所以呢 我估计你有能力画到这样的东西 你不用画得很漂亮的 是的 我没有时间看WhatsApp 不过我先说一下 有些人发给我 那就 寫一条色 Y-Axis在旁边 我希望你有一个能力 大概猜到是这样的 如果你看到陌生的Graph 你就用Georgie Bra 你可以感觉到它在哪个位置 好了,接下来是C 这个也是一条很陌生的Graph 也是 但理论上 这条色给了你呢 我要找这些Point 是不难找的 好,那我先用右边那边是容易看的 例如X是0 好,用5秒时间 我求你抽问 2的0次方 是多少? SOHO在哪里? 好久没有听你的声音 SOHO在哪里? 在 好,太好了 2的0次方 是多少? 1 好,谢谢 下一点你回答我 2的1次方 2 2的2次方 2 好,谢谢 好,谢谢 接下来我大概会感觉到它越升越快 3的时候有8,4的时候有16 这个是什么呢? 好像那些病毒那样 最近有什么几何级数照片 什么是几何级数照片呢? 就像这个 可能今天就一个人感染了 明天就可能变了两个人感染 就是 这些都是一些数学有用的 一些应用来的 就是我们可以模特上 现实生活 现实世界的一些数据 那我们就看到是1 2 4 8 16 好像越升越快 当然,你说现实生活是不是真的这样 一定有限制的 不会去到1亿人感染 那现实就不会 整个图片都是这样 但如果我要讨论这图片 是应该永远上升的 而去到左边会发生什么事呢? 那就难点了 好,难点的东西呢 就 问一下一些... 哎,林文玉刚刚进来了 听到我说话 Isaac 太好了,我想问一下你 2的-1次方是多少? 是不是1 over 2 是,太好了 1 over 2 即是0.5 1 over 2 好,你回答我 2的-2次方,林文玉 1 over 4 是,1 over 4 谢谢 好,你会感觉到在负那边越来越小 但永远都去不了负数 因为就算我是2的-100次方 其实它也是1 over 2 8次方 那它也是正数 只是一个很接近0的数字 好,那这条图片呢 其实理论上你grade 10 的core 是会学的 但是现在呢 你没有学过任何东西 其实你都大概是画出来 那这些就真的是 你数学的一些探究 无限接近0 多谢我看到有人回答我 对了,就是很近很近0 但是碰不到0 那,这里是三幅graph 那为什么我想大家画呢 就是想大家感受一下 到底graph的意思 就是将这无限点 尝试用一条线来表达 所以当你明白了 其实第二条是非常简单的 那一条呢 我不知道什么东西 什么线 我不需要画它出来 但我知道点是按着它 按着这条线 那我就怎样呢 就是sub-1k into y 等于这个 我纯粹是示范一下 到底为什么是sub的 以及present应该怎么写 -1-1 尝试,很难计 我想明白为什么大家经常计错 好,怕不怕 总之,因为这条线 我不知道什么样子 我乱按画 它就说-1k 就在这条线上面 因为我在这条线上面 所有点都会符合这条线 所以我就会放下去 好,这样 来到这里 我停大概20秒时间 给大家消化一下 那 summarize 就是 我现在很想大家明白的是 这个graph的用处 就是表达所有答案 然后呢 它有无限的一个点 如果我告诉你 有一点在这个graph上面 它应该带下去的颜色 是对的 即是left hand side和right hand side 是一样的 你现在知道这些概念 我就足够了 到这里 我之前说过 你学完这个 course 其实好像没有东西得到的 真的 因为你学完这里 到时你的M1M2 其实会更深入一点 我现在只是 给你有点点画 学完都不懂 不要打我 但你也打不到我 现在停火 但你不要打我 你如果自己学不到东西 好了 好了 咦 暂时都没有什么人 撤退 我都很开心 是不敢走 还是 只是觉得 跟着 好了 继续了 好 接着到part B part B 都应该还是暂时容易消化的 一些东西 但是呢 我就很想告诉你 为什么我们要 定义这些东西 所有东西 不是 不是凭空想像 很多东西都是有意义的 就是我们首先 就讲的slope 假设我是英文老师 我告诉你 哎我行山很辛苦 很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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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如果是一个英文老师 我就可能只会跟你说 oh the slope is gentle the slope is steep the slope is steep the slope is this slope is deeper than the previous one and then that slope is very steep that slope is very very steep that slope is extremely steep 如果我是一个英文老师 因为我极限 我也是能够回答这些东西 如果我给你50条不同的graph 我想它真的 英文的语言 越是强到牛津字典 才有机会回答到 但是数学是很棒的 因为它有无限的 那些数字是没有用的 我说这个slope是1.1 这个slope是1.2 那已经足够了 我不需要用那么多英文字 去形容 我们想利用一个数字 去形容到底一条graph有多斜 我会有这样的定义 如果有一份nooks 你可以写下 我可不可以用一个value 来表达这个slope 那我们就会说 这个叫做 vertical rise over horizontal run 这个nooks你有兴趣可以写下 in fact 跟你现在来的chapter10 是有关系的 不是很m2 只是 告诉你我将会要你懂 那就是vertical rise over horizontal run 为什么我这样定义 就可以知道slope有多斜呢 因为在数学上 我想形容一条slope有多斜 就是看一下 我向前走一个unit的时候 到底我向上走多少呢 如果我每走一个unit 我向上走三个 那当然是斜过我向上走两个unit 那所以呢 不好意思啊 所以我要定义 一个数值 令到我一看到的数值 就知道它有多斜呢 我就可以这样想 就是 向上走多少 再随 向前走多少 那我就应该知道 到这个斜度有多少 那严格来说 因为刚刚你 应该各班的老师都和大家溫源 那这个角叫做pheta 叫Inclination Angle 那我可不可以用sine cos tangent 来表达这个slope呢 好,我又抽问一下 欣超卓 我都没听你讲话 Eric 可不可以回答我 可不可以用sine cos tangent 来表达 可以 是怎样呢 是什么tangent 你真是学得很好啊 这一课 多谢 那就是tangent theta 因为这个叫 opposite overhide Jason 那 这个就是 那个定义了 我想知道它有多斜 其实就 除了你说在看 Vertical rise over horizontal run 也可以看一下 角有多大的 角越大 tangent theta就越大 那 不过有个remark 因为通常我们走山 都是向上看 但是都可以滚下山的 所以slope can be negative 所以这个要留意 slope can be negative 假设我在一个coordinate geometry 的世界 我向前走 但原来我是滚下山的 因为coordinate 永远都向右走 如果我向右走 但滚下山的话 那就会是negative 如果negative 就是越negative 就越斜的 这个要知道 例如-10 是应该斜过-1 这样滚下山滚得快些 但是如果我说 比较过数值 那当然是-1 大过-10 但是如果我说斜度 就应该-10 大过-1 好了 那 什么是Vertical rise over horizontal run 好像有点 abstract 我说得 我用一个简单的例子 来给你们看一下 就是 我想你 计一计 这里现在有两条slope 我不知道哪个是斜的 但是我其中一个 就是我向前走5米 我向上走3米 而另一个就是我向前走7米 向上走4米 那哪个slope就斜的呢? 那哪个是斜的 一两分钟 大家想一想 我刚刚教完方法 让你掌握一下 如何找到slope 很简单 如果这条做不到 你真的不适合 好 其实我也不知道 我先刷一下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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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了 Tiger和Jaime Young 已经很勇敢地 把他的答案公诸于世上 不一定是对的 我们计算一下 看看是对还是错 那我们要看看哪个slope 是斜的 那我们就会计算3 over 5 和4 over 7 要比较这两个分数 其实就不用刷机 都可以做到的 不过我当刷机 0.6 0.571428 5 5 7 14 28 希望没有计算错 你看到哪个slope 是大一点 就代表它是斜一点 好 希望大家消化到 我好像连续说的 很久都没有停过 是 OK 好 那我assume 大家都跟到 那我为什么要无端端教这个slope 因为其实我们 最终就是想你探讨一个slope tangent 那一条直线的slope 所以我首先要懂得如何找直线的slope 就是找vertical over horizontal 好了 刚刚学完一些东西 做一些exercise 巩固一下你刚刚学到的knowledge 虽然说这两课很高 但是也要做一点点题目 让你明白 第三条 我就想你 看看数值 它就说m1m2 不是那4 m1m2 还有m3m4 其实 这里有4个slope 我就想你 由小到大 由小到大 排一次 由小到大 就是由最负排到最正 由小到大排一次 好 接着4a 在这里 我们就试一下 待会会讲的 有份lope 你做完第四条 第四条 我都停一阵 我想你做一下 的 第三条 第四条 还有4bcd 有没有 有没有 cord 过来 好 我给少些时间 你做不完 我都会继续讲 就是给三分钟 好 那就做第三和第四条 欢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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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就到了 我想都可能有少少困難的 首先第三條 雖然我自己本人覺得就不是很難 但其實它是來自一條 DSC 或 CE 的 題目 即是MC 不知為何每年都很多人錯 因為他們對於SNOPE 的概念 不是太了解 大家今天第一天學 如果你都明白的話 其實你真的很適合讀這一課 我由小到大排 代表要最負開始排 最負 排到最正的 我就看這四條線 假設我不是很盲 應該都感覺到哪一條線是斜的 你不要說不合比例 都合的 總之你看到哪一條斜的 首先第一條叫做最負 就是L2 滾下山的 最負是L2 所以整個隙間就叫M2 然後第二條也應該是負的 就是L1 它也是負 但是沒有那麼負 所以就是M1 接著看到兩條都是向上 就是L4 而最後一條就是L3 所以應該是2143 我想問有多少同學是對的 可以舉一舉手來讓我開心一下嗎 可以嗎 有多少同學第三條是對的 舉一舉手可以嗎 蛤 其他人是不是聽不到我說話 還是真的那麼少人對的 那麼激動 讓我問問Holand Holand你好像沒有舉手了 你是錯了嗎 是啊 哦 竟然是這樣 你的答案是什麼 M2 M1 M3 M4 哦 都很接近 但是L3應該是上得快一點 所以就應該是4小於3 因為負的世界就越負越斜 但是正的世界就越正越斜 Anyway 多謝大家參與第三條 那第四條呢 其實ABCD 你看到好像 為什麼同樣的事情要做4次呢 即是讀得M1M2正常都不喜歡粗數的 我是喜歡思考的 但是這四條其實都是有分別的 我想說 我特意設計到這樣 那就是Slope of A B 講一些Percent 那應該是怎麼看呢 2點的 叫做-27 和3 17 所以這2點呢 其實我就希望 去找回那個Vertical Rise 和Horizontal Run出來的 所以我就畫一個好像直角三個人的東西出來 Vertical Rise 當然是17-7 而Horizontal Run 就是3-2 我不解釋的了 I assume大家真的明白 那Slope of A B 就是2 不要寫任何Unit Slope只是一個數值形容它有幾斜 所以沒有Unit 好,那是Part B 就... 一樣的想法 例如今次是6-1 然後滾下去 就變成9-2 那今次怎麼看呢 我們呢 我們一樣呢 就畫這個 直角三角形 那那個Vertical Rise是怎樣呢 那留意一下 因為有負數的 Slope可以是負數的 所以我照樣是-2-負1 保持細減大 沒問題的 然後就9-6 答案呢 就是-1 over 3 所以如果你沒有學過 其實你都應該會做的 就是我只要找一個Vertical Rise 或者Vertical Drop 再over回Horizontal Run 那就是了 好,Part C和Part D都特意放在這裡 其實 因為如果你看得出 這兩點叫-200 和500 其實它是一條什麼線呢 是一條平路 平路呢 我當然可以計算 8-8 over 5-2 但是呢 我也可以就這樣看到 我不需要計算 因為它是一條Horizontal Line 而最後那條呢 是很有意義的 那就是 你看到它是一條Vertical Line 就是-1,4 和-1,2 你會看到它是 一條直上天堂的一條線 那這條線的slope 又如何形容呢 我剛才覺得 越斜越大 那首先這條線是正還是負 我已經沒辦法定義 它到底是向上還是向下 我已經定義不了 因為它是直上 或者直下也可以 我喜歡說它直上也可以 直下也可以 所以這條Vertical Line 我又說不到它正 又說不到它負 而且它是 斜到無限大 如果我要爬山路 永遠都爬不到它的盡頭 無限大的 那我就叫做 slope of a,b is undefined 這個就比較特別 我沒辦法計算的 開大一點點 slope of a,b is undefined 為什麼呢? 因為它是Vertical Line 直上 如果我真的計算 我不如試試計算一次 好嗎? 如果我計算一次 哈哈哈哈 哪有這麼開心 開開心分享給我聽 可以嗎? 如果我真的計算 就像剛才這樣 就會是4-2 over負1-負1 數學上 所有的東西都是 consistent 我沒理由計算出來 是無法計算的 那我計算出來 2 over 0 如果你以為2 over 0 對於0 那你試試一下 不是 2 over 0 是undefined 等於我現在有兩顆糖 我每0顆 就分配給別人 不停地0顆 0顆 我一輩子都拿不完 兩顆糖 我分給0 分不到 就是分給別人 我每0顆去除 就除不準 那如果你說 我想多督機 你就知道 2除0 undefined math error 所以當0在這個 分母的世界 就是無法計算的 那這個就叫做 Vertical line undefined 好 那我去下一個 section之前 我想 summarize一下 那我現在找slope 我越正就越斜 越負也是越斜 那我的色 就是找下 Vertical line Over Horizontal line 正的就是向上 負的就是向下 平路就是0的slope 直上天堂的 undefined 那這幾個個個案 我希望來到直 因為和你的grade9的core 都很有用 好 我在這裡停 大概30秒 時間 之後呢 我就想說多一點 功能 但還未進入氣玉 氣玉是下星期一 才說 即是 如果你這個星期 你想 我不想聽 Tierry Eric在這裡 廢話 即是你自己去搜尋一下 一些 資源 你自己去上網找一下 或者自己想一下 如果你不需要聽我說 你都可以 tackle到最後的問題 即是這份屋市 最後的問題 那你就真的很厲害 要不然 就等我下星期一 再和你分享一下 好,暫時沒有人停下我 那我就繼續去 沒有人停下我 下面就講 functions 這個問題 我相信 在座 我相信 九成人都不記得自己 學過 但我想告訴你 你是學過的 functions 你在grade8 的 慘了 我自己都不記得 第幾課 好像是 第2 還是第3 那些位 functions 是想說什麼呢 就是說 如果我進入一個input 這個人有一部機器 不好意思 我一向是VA用F 那你有一部機器 那我就 進入一個數字 我就會出一個數字 給它 那這個就是一個functions 就是這個工具 這個機器的功能 那有什麼例子呢 那 例如說 這個叫做生錢工具 如果有一個工具 它的名字叫做生錢工具 那我入2元下來 它就會出4元出來的 那我入5元下來 就會出10元出來的 我入20元下來 我就會出40元出來的 那這個工具是什麼呢 這個工具就是我了 所以如果你想賺錢的 你記得把那些錢交給我 那你放2元 我就會給你4元 你給我5元 我就會給你10元 OK 那所以你下課之後 你想給我錢 你就記得找我了 那這個生錢工具 我用一個數學的方法來形容 那我就會這樣 就是你放多少錢呢 我就 output兩倍 那麼多錢給你 那我就怎樣呢 就叫入一個x 就是出一個2x 但是我用這樣的符號表達 你就會覺得很困難 我可以這樣寫嗎 x等於2x 那根本不可以這樣寫的 x對於2x 在數學上是矛盾的 x不會等於2x 所以我用一個符號去表達這個工具 那我就叫這個工具給它一個名字 因為數學通常都會用fgh 這三個英文字的 但是我喜歡用其他英文字也可以的 例如我叫 money making machine 那我叫它做m也可以的 就是用一個symbol 但是因為用回比較數學的terms 我就用f 為什麼會用f呢 f stands for function 所謂的function 就是說我入一個數字 我就會出一個數字給你 所以我就會用這個符號去表達這個機器 叫fx等於2x 以前呢 其實你也學過的 在你grade 8的時候 不過你沒有學過fx這個方法 就是你以前學的就叫y等於2x 所以例如我擺2元 y就是4 我擺3y就是6 擺4y就是8 以前就學這個符號 那今天我就想介紹一個新的符號給你聽 就是fx 這個要注意一件事就是 那個bracket x 就不是說成x 這個不是成來的 是一個完全新的符號來的 那我想說其實你寫f等於2x都可以的 那為什麼我要寫f bracket x呢 我只是想強調一點就是你input什麼進來 就是f bracket x就是我input x進來 那這個output就會跟x有關的 通常啦 通常有關的 那就會是 入個x就出2x給你 那意思 那你可能未必很接受的 因為這個始終都是新的符號 但是如果你學高級的數學 其實你不斷會見一些新的符號 那就算你是沒有學過的 你就看它怎樣定義給你聽 那這裡我有幾個例子給你的 例如說 fx等於x減3 就是什麼 你進10元下來就剩下7元 你進9元下來就剩下6元 就是你每進一些錢下來我就先扣你3元 那這個就是這個意思 那怎樣去利用這些功能呢 那因為這個bracket x呢 就是用來講你進什麼 那所以假設你fx等於x減3 我又想你算一下 如果我進100元下來那剩下多少呢 那我就會f100等於100-3等於97 那樣的 那所以我這樣的寫法的好處呢 就代表我一見到那個bracket 100 一見到那個bracket 100 我就知道原來你進了100元下來 但是如果呢 假設你以前學就是這樣的嘛 y等於x減3 那如果我要進100元 那我要寫什麼呢 那很煩的 就要寫這句叫subx等於100 y等於100-3等於97 那所以y is97 那以前要寫這麼多廢話 那現在說的其實基本上是一樣 但是就用一個數學符號令到你寫少很多廢話 就叫f bracket 那就自動知道你進什麼數字 那等於就是output那個數字 那這個純粹是一個符號的介紹 例如我給你一個例子 如果假設有部機器 你進一個數字下來 我會先將square再減1 那你進一個2我就出3 你進一個3我就出8 那這個是一個function的表達方法 好 那今堂呢 因為我已經講了一個小時而已 那我就不會講太久了 那你如果有興趣的 那你可以回去做了這個exercise 第五、第六、第七 那我留下一個星期呢 就要講一下剩下氣肉 如果最後真的講不完 我可能會再開一個星期去講 那暫時當是兩個星期先 好 那就是這樣了 那這些課 就是想給你 都是一些background information 未去到氣肉的 但是你開始會感覺到 很多事情要考慮 例如一開箱問你 有什麼graph 原來真的不懂得回答的 那我希望你結束了這一課 起碼你能夠回答到graph的無限點 你能夠回答到sloop是什麼概念 那下個星期就真的要學一些好心好心的東西了 好 有興趣的你就做了它 不是功課來的 所以不用那麼大的壓力 那如果你想做完 你讓我看看也OK 那我再講一次了 那我再講一次了 那今堂就來到這裡 完的了 那如果你是未加入了Google Classroom 那你就進入Google Classroom 打這個code 那你就會下載一份notes 那或者你... 那今堂來到這裡 那如果你想留下 有什麼想問 或者研究一下 那我就歡迎 或者你想問一下你 你合不合讀 之類 又要問你也可以留下 如果不是今堂就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的參與 希望下一堂就... 都起碼有三分一人剩下 沒有人離開 那就是這樣 再見 拜拜 如果有人有興趣留下就可以 如果不是我都會close的了 應該都沒有人想問的 OK 再見啦 拜拜